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开明一俗 主著先佛为九天玄女仙姑 述真假神道之认识 九天玄女仙姑将 诗曰以神社教道频传 自古而今不济年 产傲说微修性命 待天宣化便三千 诱诗正邪不变道难修 不如其徒一世修 方寸灵台须把握 逍遥及热愿看仇 素自一千余年前 未因世人 未必本来面目与善性 一味作恶多端 致孽气冲天 触怒天眼 降命在与混沌 思石观 张 吕 月 王武恩主 不忍坐视苍生 一旦遇到混沌 则善恶无分 玉石俱焚 乃共义贵寇天池 恭请收回成命 并毅然请命下凡劝世度众 设神道以化人 戒飞鸾提醒人心向善 处处开堂 方方铲教 此乃设鸾门之由来也 自此 大道贫降传于世 以儒为宗 以神为教 化俗一风 导人旅人行义 修身养性齐家 此乃鸾门之正宗也 与云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大道普降于世 万魔一起五于凡尘 阻扰大道之推行 动摇半道之心 古惑修道之志 因而 俗世磨分猖狂 遍布败道之陷阱 万劫不复之火坑 稍益不慎 便入其壳 成为一失足成千古恨之遗憾 三草普度 上天大开方便之门 正是修道可得道之良机 但 物有正反 是有真假 大道亦然 道之正邪 由其意而分 道之真假 由其指而别 盖正道者 禀天心好生之德 履行仁义 以感化世人 弃恶从善 弃人心以弃天心 修性命之精灵 以成大道之果 邪道者 被正道而持 以假乱真 或世人之心智 借正道之表 而行邪道之实 事故 世人只要静心会心 自可窥察此道之意 就能澄清分别正道或邪道也 伴真道者 禀天心之志功 体天行道 并除私欲 不贪不娶 正己化人 任劳任怨 任匪任棒 慈悲为怀 心怀弱骨 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能恕人之所不能恕 遵奉真理 祭人之吉 救人之威 如是者 成是半道之人也 伴假道者 即神道之名 诈骗众生财 以保私囊 查其行为 为人假意 假辞假悲 不修口德 说人是非 换句话说 即神道之名 以图一己之私利 即慈善之行事 以遂其半道之贪欲 假行善人之风 实事罪恶滔天 现行世道交离 人心不古 虽在舒适之中 但亦不乏善德之人 热善好施 虽抱着真喜舍 不怕假和尚之心理 但亦应认清神道真假 恕免受不法之徒所欲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轮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 主准与消欺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把与生前筑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集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生拿谋弥勒尊佛后 回向愿往生净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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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比达尊敬 南无比达尊敬 比达尊敬 南无比达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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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